何倫東率領子弟兵一起帥氣帶園男士西裝 萬惠首次導演的電視劇做宣傳 對於自己的作品,何倫東表示不在意收視率 而更關心的是預先播出的部分,負評很少 這才是讓他鬆一口氣的地方 其實現在不是只有宣傳了,因為現在還在做後製 所以每天都要去剪接室 所以這個辛苦還沒有完全告一段落對不對 對,現在是下回合,下半場 那等於是蠟燭兩頭燒 對,但我覺得很開心,因為畢竟是自己的小孩 然後我想說我出道二十年 然後我旁邊站的張鵬才剛滿十八歲 對,張鵬也有冒點冷 對啊,所以現在的新秀真的是很厲害 我不會太在乎收視率這個數字 因為我覺得一個戲他好不好 我覺得有很多方面去評價他 去評估的 那我覺得主要我是看大家的評價 業內還有網路上,其實大家的評價都滿好的 幾乎都沒有什麼負評 對,那我覺得這樣子就很足夠 然後我相信口碑會慢慢做起來 再過幾天就是白色情人節 又剛好遇到結婚週年紀念 要怎麼跟老婆度過 何潤東則是頭痛痛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白色情人節啊 還沒有想到耶 對啊,完了這樣子我突然就覺得有壓力了 但白色情人節應該是屬於女方要回饋給男方嘛 對不對 好,那我老婆壓力大了 明天 明天,不是說白色情人節女方回饋給男方嘛 你不要再給我這個壓力 明天是兩週年啊 對,沒錯,也是兩週年 對,我盡量還有時間去準備 看來何潤東家庭與事業兩邊想要堅固的話 還是要多費一點心思 ETV新聞網採訪報導